早晨,大家好,今天是年初三 早上9點15分,跟大家拜個年 祝大家新春大吉,暑年進步 馬運亨通,時事順利 9點10分,馬會才出牌位 不知道他們怎麼想 你又要學人隔日跑 出牌位又要慢個人 全世界都要工作 另外也有一個不太好的消息 一睡醒,看到全球球星Coby Bryant 直升機聚落了,和兩個女兒離開了人生 都很沉痛地說一句 希望他們安息,一代球星 我想我以後都不太敢錯直升機 但無論如何,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消息 總之,重拾一下心情,和大家討論一下 好了,說一說這是第一場賽事 四班1200米,四班1200米,和我這個大聖馬驚 撞了提示 我上個禮拜已經寫了,一出報名表 已經寫了,在未有排位之下寫 但我上個禮拜才寫了 但我上個禮拜才寫了 首先說的是,六班當然是好 但是,這隻馬有少少跑新鮮 近方真是一般 不肯追馬 一月八號跑完之後 三個多四個禮拜前 之後只有兩次快功夫 都不是很像樣的 我就覺得還不夠最準 福氣多多,排十二檔 想不到排十二檔,沒辦法 但他季內跑四次 三圈一個第三 上次用程介希 可能程介希不適合發揮 要硬攻騎士才好 但是,始終這隻馬 他以前跑草地都很近 我覺得這隻馬 花旗,即是 Star Spangled Banner 跑草地沒理由不行 我覺得 第二,上個星期有隻叫做 叫做什麼? 進去就死了 蘇姆羅那隻 威風進馬 好像叫做 蘇姆羅那隻 蘇姆羅那隻 威風進馬 上個星期 跑草地都可以 原來 我想這隻馬 如果能夠放到出來走 他真的在前面 轉轉轉轉轉轉 那我就選他 想不到排十二檔 沒辦法 那獸神 全組應該最贊的是他 二檔 什麼馬都好 自己放也好 有馬蓋也好 他都可以在內蘭省 那應該是大熱門 只有二十幾三十元 那怎樣也好 看來穩膽就是他 這組 福滿寶未夠水準 不多說 東方雷甚至遠離水準 陳其大地未必是那麽短的馬 好了很多 但是還差一線 還差一線 你看到1月15號輸完之後 我記得有課 單條 好了很多 但是真的未夠水準 力水未夠 綠碎馬 運賽 這次有個B1 唯一一件事是B1 看看會不會幫到手 能不能夠令他集中一點 轉轉馬房之後 只有一次win 一個play 但是馬房肯定有馬配合而來 那我就覺得 可以留意一下 加了眼就希望幫到手 大師龍彩腳 不會都是做T的 熊王也有很多次 他1千米直路賽 跑第五 那一場一點都不厲害 之後過來 跑了兩場也不厲害 不知道為何 上場會會變成大熱門 跑短頭大熱門 純粹一檔 很甜蠢 一定比他快 他跑一檔 又不夠快 又沒有能力 如果顯深星 不是跑1千米 就贏了 激到嘔血 等了15倍 但是這隻馬 真的不是很厲害的馬 還要排十一檔 這個馬房的馬 要小心一點 我覺得 小龍彩我都選不到他的 首席傳奇 第一次出場 第一次出場 那個第三名 其實不厲害 我經常說 看他的時間 看他的姿態 排在內蕩 他連太陽戰馬 都贏不了 當然 被合中控制 贏沒辦法 但是 他連太陽戰馬 都贏不了 你這四班 怎麼爭文爭武 長長熱門 大佬 除了剛剛那場 1千4米 5米熱門 他報了27號 然後29號 但是真的 真的不厲害 這隻馬 我就覺得這樣 用莫來奶也好 我想應該只剩10倍 四龍彩真的要不到 長山奇寶 泥地會有很厲害的馬 但草地行不行 厲害不厲害 你看回他以前的旺跡 始終六歲老馬 跑草地 還沒得過 還沒得過 是完全還沒得過 但是又是有那種 跑阿菲子 平均一定沒有優勢 44分 收回來吃 下五班才會用的 但是 如果排的三代 和蘇兆菲放到出來 只要在獸臣前面 不要在後面 在獸臣前面 或者獸臣外面 他有權爭位置 但這些馬真的 拖腳 超級炮彈 丁冠濠馬房 今次排六代 還要配蔡明少 上次軍速回來 12月26日 你可以看到 他真的沒有什麼 板斧 不詳細看 你看到他最近的試破閘 雖然說贏破閘 但很慢時間 衝刺力強 什麼都好 慢時間到嘔 1分02秒26 萬個年年豐收百保 大概半秒 萬個加州海哥喜多樂 時間好慢 姿態是好 但是應該好 我覺得很敏 跑子彈 竟然被他撿到一檔 在前面走 始終有田草 跑得很近的級數 1000米可能會比1200米 但始終這隻馬 有前速 有一檔 輕磅 就是這樣 這些馬 怎麼跑都不夠壽神跑 但是算下去 位置三重彩成功彩 要拖回票 不浪費時間 因為始終 回頭有跑馬 我要趕稿 免費東西 先說到這裏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選擇 首先說我的選擇 1號碼 放多多 拖在前面走掉 看他撞不放出來 何澤宇應該鬥志鮮明 獸神應該是穩膽來的 就算不是二檔也好 他都能夠前次可以賺 考止膽也是拖他賺 上山奇報也是拖在前面賺 四隻馬跑花差不多 投場賽事 B難 死板1200 選擇在前置馬 博在前面賺 我想第五選會選擇 初大下午的 蝕恩賽騎 就是雲才 好了 希望大家 今天多贏一點 第二就是 保持個人衛生 還有盡量少點外出 去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的家人 好不好 拜拜